人类战胜了突然出现的怪物 但世界最终还是要被毁灭了 世界上仅存的猎人们聚在了一起 他们用鲜血为后来者扫清了最后的障碍 人类最终见到了造成这一切的罪魁祸首 他坐在冰雪制成的王座之上俯视众生 雪儿 你为什么要这样 怎么 现在终于想起来做个好父亲了 还是说 你也是作为猎人过来杀我的 李书俊很清楚 一切都已经无法再回头了 不用和他说了 那东西已经不是你女人了 他是一个怪物 说话的人是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 他名叫剑星 我知道 但他依然是我的女儿 我们不会强迫你参加这场战斗的 不过他今天必须死在这里 赶紧让开吧 书俊 李书俊并没有回答 但他手中紧握的长枪已经代表了一切 你这是在做什么 难道是到如今你还想保护这个怪物吗 对不起 没有哪个父亲能看着别人杀死他的女儿 所以 先踏过我的尸体吧 大家一路走来都很不容易 作为伙伴 我成全你 李书俊知道自己没有尽到一个父亲的责任 他也知道自己的女儿犯想了滔天大罪 但作为一个父亲 他无法亲眼看着自己女儿被人杀死 最终李书俊选择了与一路走来的伙伴刀剑相向 只不过 实力的差距是无法跨越的鸿沟 李书俊活到现在并不是依靠强大的实力 他又怎么可能是践兴的对手 李书俊还是倒下了 他最终还是没能保护自己的女儿 看到眼前的这一幕 雪儿陷入了暴怒之中 他眼角的泪水不受控制的流下 为了保护地球 猎人们与李雪儿展开了最终决战 李书俊非常厚 如果可以的话 他希望一切都可以回到原地 迷流之际 李书俊听到了系统的提示音 他获得了一个专属任务 改变未来 而当李书俊再次睁开眼睛时 却发现自己正躺在床上 李书俊有些好奇自己为什么会在这里 他明明已经死在了雪山上 李书俊拿起手机后才发现 时间已经回到了2025年 看着镜子中那张熟悉的脸 李书俊有些难以置信 他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回来的 也不清楚当时想起的系统提示音到底是什么 但就在这个时候 门铃响了 书俊你在家吗 是我 刘恩惠 李书俊心中隐隐有了一个猜测 他当即冲向门口 外面站着一个李书俊无比熟悉的女人 那也是他上一世噩梦的开始 刘恩惠还是和之前一样 好久不见了 书俊 可李书俊的眼中已经被恐惧完全占据 雪儿 快和爸爸打着火 尽管女孩长得一脸人畜无害的模样 尽管他笑容灿烂地叫着李书俊爸爸 但李书俊还是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恐惧 我知道这件事让你又惊慌又难以相信 但这个孩子真的就是你的女儿 惊慌 你说惊慌吗 分手几年了 突然带个孩子冒出来 还要喊我爸爸 刘恩惠 你现在是想带着孩子来威胁我吗 还有 你怎么证明这个孩子就是我了 难道你就没有想过可能是别的男人呢 算了 你还是先带孩子做个亲子鉴定 然后再带着证据来找我 再上一试 李书俊就是用这样的态度拒绝了两人 而这次见到雪儿的瞬间 李书俊就得到了系统的任务 李书俊第一次发现 雪儿竟是这样的可爱 他难以想象这样的孩子日后会变成毁灭世界的魔女 不过这也说明会发生很多让雪儿痛苦的事情 但现在李书俊还不知道雪儿会面临哪些不幸 仔细想想 李书俊从第一次见面就没给孩子留下过好印象 当年的他不仅不认这个女儿 还把无依无靠 一个人抚养雪儿的刘恩惠逼上了死路 虽然在刘恩惠死后 李书俊终于开始抚养雪儿 但那也并不是因为雪儿 而是因为李书俊心中的负罪 为了偿还债务 李书俊每天只知道工作 一直把雪儿独自放在无人照顾的家里 所以李书俊才是那个亲手把雪儿推下深渊的罪魁祸首 这样的他根本没有资格被称为父亲 想到这些事情 李书俊不由地握紧了拳头 刘恩惠也知道李书俊可能无法接受这个消息 所以他还打算解释一番 但他刚准备开口 却发现李书俊已经蹲在了雪儿面前 让我来服侍你吧 我的小公主 与上一世不同 雪儿的脸上露出了灿烂的笑容 不过李书俊的变化却让刘恩惠有些差异 之前尖酸刻薄的李书俊 竟然和初次见面的雪儿玩了起来 那个不懂事的样子仿佛就在昨天 你真的变了很多呢 人都是会随着世界改变的 话说都这么长时间了 你怎么都没告诉我 因为我们并不是和平分手呢 你入伍之后 我才知道怀了雪儿 我本来是打算自己一个人抚养的 但是遇到了一点困难 所以才来找你了 发生什么事了吗 确实出了点事情 我们住的房子突然崩塌了 现在没地方可以住 我并不是来让你负责的 因为是我自己选择生下的雪儿 所以呢 请让我们暂时住在这里的 总不能带着孩子去住旅馆吧 如果没有空房间的话 仓库也是可以的 没事 你们住下吧 虽然房子不大 但是把那些不需要的东西清理掉 还是能腾出点空间的 听到这话的瞬间 刘恩惠还以为是自己出现了幻觉 毕竟他认识的李书俊 并不是一个这么容易妥协的男人 李书俊明明一直是一个惹祸惊 刘恩惠甚至都做好了 听他毒蛇的准备 恩惠 接下来我说的话可能有些突然 要不然我们结婚吧 李书俊也知道 自己这番话吓到了刘恩惠 但他很清楚 如果现在不说的话 以后一定会后悔的 李书俊想从现在开始改变自己 他要为曾经犯下的错付起责任 在恩惠死后的时间里 李书俊才慢慢知道 恩惠对他来说有多么重要 李书俊 我是因为不得已的情况才来找你的 并不是因为对你还有留恋 也是 我们分手的时候并不是很愉快 要是还有感情那才奇怪吧 你现在突然说要和我结婚 真的有点让我难以接受 书俊 你能让我们住在这里已经很感谢了 其他的事情还是以后再说吧 那就这么办吧 李书俊早就知道会得到这样的回答了 不过他认为从现在开始 得到恩惠的信任也不迟 恩惠 你现在要照顾雪儿 还要找房子 这些费用一个人承担 应该有点困难吧 你有想好办法了吗 李书俊其实是想说自己可以帮忙 但两人的关系让他不能明说 当然有想过了 我准备去工会 听到这话的瞬间李书俊愣住了 因为刘恩惠要去的那个工会 就是让他死掉的最重要的原因 我想成为猎人 所以雪儿就拜托你照顾了 这是一切悲剧的开始 但与之前不同的是 这一次李书俊会照顾雪儿 这是与上一世不同的情节 十年前 全世界多地同时发生了次元壁崩塌事件 这是前所未有的自然灾害 打破次元壁跑出来的怪物们 给人类带来的巨大的灾难 乃至灭亡的危机 这些怪物使用着人类从未见过的力量 而人类的武器也对这些怪物毫无作用 但人类没有因此灭亡 反而是怪物们一个接一个被干掉 这都是因为那些 接收并适应了从空间猎系中流出来的魔力 拥有了特殊力量的人 他们可以砍杀谁都无法消灭的怪物 这些人被称之为猎人 渐渐的 猎人成为了这个世界上最赚钱的职业 也成为了许多人的梦想 而收到新手猎人绝对离不开的东西 那就是由那些知名猎人所组建的工会 刘恩惠今天要去面试的 就是一个叫骑士团的工会 因为不管是签约金还是其他的福利都很好 所以他才有了签约的想法 不过李淑俊却告诉他 现在与猎人相关的合同还有很多不完善的地方 所以很多工会都在利用这些钻控 他们都在巧妙地谋取自己的利益 我觉得还是不要签约的好 但对刘恩惠来说 如果不签约的话 之前欠下的债务和之后的生活费 就彻底没办法继续了 那你明天还是去签约吧 你去了之后如果没问题就继续 但要是出现了我说的那些问题 就让我来培养你成为猎人吧 所以刘恩惠今天才会来到骑士团工会的总部 仔细一想李淑俊真的变了很多 当初直到两人分手的时候 李淑俊还是那么不懂事 但如今他却像变了一个人 爸爸妈妈还不准备睡觉吗 我和妈妈还有点事情要说 看着雪儿睡了以后我们再睡 雪儿睡着前 爸爸会一直在这里祈祷 让你做个好梦 爸爸晚安 刘恩惠也不知道为什么 也许是因为血浓与水的亲情 又或是成为父亲之后的担当 但不管怎么说 李淑俊确实和之前完全不一样 在刘恩惠忙着和骑士团工会 探讨签约条款的时候 李淑俊带着雪儿来到了附近的冰淇淋店 请问您要点单吗 雪儿你喜欢什么味道 我喜欢巧克力味 要义人分的妈妈是外星人 请帮我装在中杯甜筒里 虽然李淑俊现在正陪在雪儿身边 但他始终不放心刘恩惠去签约工会的事情 因为他知道接触刘恩惠的那家工会 也非常清楚那个时候工会使用了手 他们先是用丰厚的签约金和福利 将猎人们吸引进工会 但那些猎人后来才知道 自己其实是签了一份相当于 背了巨额债务的奴隶活动 上一世的李淑俊就是因为在工会里欠下了债务 从此一生都只能奔波在战场中 而刘恩惠也是如此 他只能在工会的胁迫下生活 还没能发挥潜力就死掉了 李淑俊还记得刘恩惠葬礼的那个时候 他还记得雪儿踮起脚尖 捧起了自己母亲的照片 可他却不记得雪儿当时的表情 李淑俊猜测 刘恩惠的死 应该就是雪儿五种不幸中的其中一种 也就在这个时候 他发现一旁的雪儿神色有些慌张 雪儿 你怎么了 是哪里不舒服吗 爸爸你刚才说 妈妈是外星人吗 妈妈是章鱼吗 那么我也是吗 听到雪儿的话 李淑俊一时间不知道怎么回答 而店员则是忍不住笑出了声 最后李淑俊告诉雪儿 妈妈是外星人其实是冰淇淋的名字 冰淇淋的名字都起得很神奇 是吧 连巧克力冰淇淋的名字都是妈妈是外星人 是 而且冰淇淋好大 我好喜欢 当时因为雪儿的反应太可爱了 所以店员就给了他很多 李淑俊还记得雪儿捧着冰淇淋 向店员道谢的样子 那一瞬间他只觉得如沐春光 当时连冰淇淋店的店员 都一直忍不住在夸雪儿可爱 作为父亲的李淑俊自然也是有些自豪 他觉得多亏了恩惠优秀的基因 这才能把雪儿生得这么漂亮 就在他这么想的时候 嘴边传来了阵阵凉意 原来是雪儿将冰淇淋递了过来 雪儿怎么了 是因为冰淇淋不好吃吗 不是的 冰淇淋很好吃 所以我想和爸爸一起吃 看着怀里笑容灿烂的雪儿 李淑俊陷入了沉思 他记得上一世雪儿几乎没怎么叫过自己爸爸 他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外面 不仅没有和雪儿有过长时间的交流 而且也没有一点愉快的回忆 哪怕是应该陪在雪儿身边的时候 李淑俊还是丢下他一个人 他还记得 雪儿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叫自己爸爸的时候 两人之间也没有留下好的记忆 当时雪儿不断伸出手想要抓住李淑俊的手 可他最后还是被带走了 再次见面时就已经在雪山上了 直到今天李淑俊才知道 雪儿原来喜欢吃冰淇淋 他现在真切感受到了 之前与雪儿在一起的时间那么少 谢谢你啊 雪儿 我们一起吃吧 和阻拦那些不幸的任务无关 李淑俊现在只想和雪儿一起积攒更多愉快的记忆 但就在这个时候 一阵刺耳的警报声打断了两人相处的时光 李淑俊很清楚 这是吴征兆次元猎戏出现时才会想起的警报 原本在次元猎戏出现前都会有一定的魔力波动 人们也专门制作了可以捕捉这种波动的机器 正常情况下 猎人们都会在事发地点待命 而吴征兆次元猎戏发生的概率很低 至少在重生前李淑俊没遇到这种事情 爸爸 这是怎么了 没事的 雪儿 抓紧我 在跑回家的路上 李淑俊想到了蝴蝶效应这个词 一只普通的蝴蝶煽动一下翅膀 就可能在大洋底岸引起龙卷风 恩惠从不轻易把雪儿托付给猎人 但却突然拜托李淑俊照顾雪儿 然后就出现了从未发生过的吴征兆次元猎戏 所有的变化李淑俊都参与其中 因为他改变了未来 所以有些事情开始变得不对劲 而更加让李淑俊确认这个想法的事情就是 无论他怎么逃跑 次元猎戏还是出现在他的面前 企图做出改变未来的事情 就要接受这种改变所带来的后果 世界的走向被一只看不见的手操控着 而企图改变未来的人 将会被这股力量抹除 从次元猎戏中出现的怪物 是一头克里顿牛 如果放在重生前 其他办法 爸爸 小心身后 在雪儿的提醒下 李淑俊及时躲开了克里顿牛的攻击 由于要护着雪儿的原因 李淑俊显得极为狼狈 站稳脚步后 李淑俊第一时间看向雪儿 刚刚伤到你了 我没事 听我说 雪儿 你去那两个楼的缝隙中间躲着 爸爸让你出来之前一定不要出来 知道了吗 李淑俊有种感觉 面前的怪物眼中根本没有其他人 他的突然出现似乎就是为了干掉自己 不等李淑俊思考更多 克里顿牛再次冲了过来 但这却是李淑俊现在唯一的机会 在克里顿牛撞来的瞬间 扫把被折断了 但李淑俊却感受到冥冥之中 有一股魔力在帮助自己 这股力量大大强化了他的肉体 不过李淑俊很清楚 这股魔力很微弱 他现在只能尝试将魔力施加在扫把上 以怪物战斗 李淑俊已经没有退路了 从井笛响起到支援感到大概需要五分钟 如果能坚持到那个时候 那一切就能平安无事 虽然只要与怪物周旋五分钟 但万一出现问题的话 李淑俊很有可能就会直接死掉 不过不管怎样李淑俊都要坚持 就算把所有的魔力用紧 就算会粉身碎骨 前世想要成为猎人的李淑俊 他的武力非常差 在所有的猎人中尤为落后 以至于日渐焦虑 但为了找到恩惠留下来的那个孩子 他曾拼死寻找可以生存下来的方法 甚至把关于怪物的书全部背了下来 他也因此活到了最后 李淑俊记得很清楚 克里顿牛的弱点是眼睛 只要击中他的眼睛 接下来的事情就好办了 在扫把出手的瞬间 李淑俊才意识到普通人身体的缺陷 这副身体不能充分吸收周围的魔力 照这样下去攻击会打天哪 可令李淑俊感到意外的是 克里顿牛似乎遇到了什么麻烦 竟然站在原地没有闪躲 李淑俊突然发现 克里顿牛的脚上被人施加了冰魔法 他心中暗暗有了一个猜想 不过下一秒 陷入暴走的克里顿牛依靠蛮力挣脱了束缚 而且还连带着周围的建筑都要倒了 李淑俊下意识就想到了 躲在两栋楼之间的雪儿 一旦他头顶的石头落下来 那雪儿一定必死无疑 也许是被克里顿牛的暴走吓到了 雪儿闭上眼睛大喊妈妈 等他睁开眼睛却发现 李淑俊用身体帮他挡下了所有碎石 雪儿 你应该没有受伤吧 看着面前保护自己的李淑俊 雪儿默默点了点头 那就好 这三个字仿佛抽空了李淑俊全身的力气 李淑俊明明知道自己还不能倒下 可身体却怎么都不听使务 李淑俊知道这里很危险 他必须赶紧带着雪儿逃离这 克里顿牛还在这里发狂吗 发现普通市民 优先保护好他们 迷迷糊糊之际 李淑俊看到了上一世自己无比熟悉的图案 他知道 如果是他们的话 后续的事情就可以放心了 想到这里李淑俊终于闭上了眼睛 刘恩惠得知这一消息的时候已经是傍晚了 他第一时间就赶到了医院 再见到刘恩惠的瞬间雪儿扑了上去 雪儿你没事吧 我没事 就在这个时候 刘恩惠听到了一个虚弱的声音 你来了 看雪儿担心的眼神就知道 李淑俊一定是受了重伤 不用担心 雪儿没有受伤 爸爸他因为保护我 雪儿的话还没说完 刘恩惠的眼泪就止不住的往下掉 灵灰我其实没事的 你看我还能站起来 我和雪儿只是想和你开个玩笑而已 李淑俊很快意识到 自己的这个玩笑似乎有点过分了 夜晚的时候 刘恩惠带着李淑俊去外面透气 谢谢你保护了雪儿 谢什么 她也是我的女儿 话说雪儿呢 睡着了 隔壁床的奶奶在帮忙照看 不用担心 雪儿应该也被吓得不轻 但是幸好看样子还是挺淡定 不过我有件事情想问一下 我和克里顿牛战斗的时候 发生了一件怪事 怎么想都觉得是有人使用了魔法 我怀疑那个人是雪儿 李淑俊说完之后 刘恩惠却始终没有回话 李淑俊下意识看向刘恩惠 他这才发现 刘恩惠全身都在颤抖 而且他的表情非常难看 一个五岁的小女孩觉醒了魔法 这是所有人都不会相信的事情 但李淑俊不一样 他是重生回到过去的人 恩惠你是怎么想的呢 你说的这个不太可能吧 魔法这个词才出现没多久 就算你说当时出现了魔法 但雪儿他还只是个五岁的小孩呢 恩惠 你能看着我的眼睛好好说吗 真的不是吗 刘恩惠双手有些不知所措 舒俊 你能帮我保守这个秘密吗 雪儿也是我的女儿 我绝对不会做可能伤害她的事情 因为李舒俊选择了相信自己 所以刘恩惠也决定相信她 我相信你 你说的那件事情 应该是雪儿做的 还记得我来找你的理由吗 我说我们的房子塌了 其实那是雪儿造成的 因为情绪失控导致的一场意外 虽然平时都没有什么问题 但是如果这件事被其他人知道了 我担心会有一些奇怪的研究所 要带走雪儿 没事的 我一定会保护好雪儿 她是我们的女儿啊 你真的没有想过 她可能不是你的孩子吗 雪儿就是我的女儿 就算她不是 也不能在她面前说这些话 刘恩惠有些难以置信 虽然这些天已经感受到了 李舒俊的变化 但她还是不敢相信 李舒俊会说出这种话 毕竟这句话对前世的李舒俊 刘恩惠依然陷入了短暂的美好之中 这个发誓要独自抚养女儿的单亲妈妈 眼中久违地露出了对爱情的渴望 这一瞬间 李舒俊也找到了与刘恩惠初次相遇时的感觉 但李舒俊无法忘掉过去的记忆 上一世的自己对他们母女俩实在亏欠了太多 即便面前坐着自己最爱的人 李舒俊却在心里告诫自己 自己根本没有这个资格 话说回来 工会的事情怎么样了 跟你说的一样 合约上有很多漏洞 我给他们指出来之后 就说要去其他工会 然后就离开了 话我都已经说出口了 但是并没有其他的工会联系我 以后该怎么办呢 我会帮助你成为猎人的 相信我 我会把我的顶级秘籍传授给你的 真的有什么顶级秘籍吗 于是在第二天 李舒俊一家三口来到了一条小巷中 你说的顶级秘籍真的就在这里吗 没错 这里有一个工房 可是工房不都在百货公司或者工会建筑里面吗 那里的武器要么太贵 要么是只有工会所属的猎人才能购买 我们还是先进去吧 与门外破烂的街道不同 工房里的武器显得格外精致 久违的来客人了呀 两位看看想要点什么 在看到老人的瞬间 李舒俊就知道自己来对地方了 他在住院期间把重生前的记忆梳理了一遍 眼前这个老人就是一个让他印象深刻的人 日后会成为世界顶级铁匠的钢铁 店长您好 我是猎人志愿生李舒俊 您好 我是猎人志愿生刘恩惠 您好 我是他们的女儿雪儿 看到雪儿的样子老人哈哈大笑起来 你们很有礼貌啊 叫我钢铁就行 是个不错的选择呢 这位小姐呢 我还没决定好 我可以先看看吗 你慢慢看吧 这个工房的武器都是用地下秘营制作的 也很适合新手使用 你小子挑选武器的眼光非同寻常啊 看着像是个老手嘛 都是到处打盆来的 在刘恩惠犹豫要选什么武器的时候 李舒俊拿着一把弓走了过来 恩惠 这个怎么样 你是说弓箭吗 因为你集中力和判断力还有臂力都很好 所以使用弓箭应该不错 先试用一下再决定也是一种方法 不用了 就听舒俊的话决定用弓箭了 你替我选这个肯定是有一定的理由 那好 我这里不能因为改变主意了就来退伍 但是可以来交换 这是两把武器合计的价格 说着钢铁将价目表递给两人 这价格太高了吧 别担心 我还是有点存款的 我给你买 我不是说过要帮助你成为猎人吗 但两人现在毕竟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 刘恩惠自然不能一直花舒俊的钱 我一定会还给你的 不还也没关系的 不管多少钱我一定会还的 妈妈 怎么了 这个很贵吗 那我以后可以少吃点零食 雪儿 不是那样的 这一瞬间李舒俊想起了恩惠告诉自己的话 雪儿他从不表露出来 也许在旁人看来 他是一个又善良又很有爱心的小女孩 可在我看来 雪儿应该正是耍赖的年纪 但他却非常乖巧 这都是因为我不能提供好的物质生活 真希望能快一点 让雪儿过上无忧无虑的生活 我们都知道对方的名字了 应该也算朋友了 看来我得给雪儿买点零食才行 说着钢铁就在那张价目表上开始突突改改 因为你们让我很满意 最重要的是孩子太可爱了 所以这是给你们的特别折扣 李舒俊没想到 钢铁竟然只收他们材料费的钱 你们到底买不买啊 我的手都拿累了 就这样 三人心满意足地离开了钢铁的武器工房 恩惠啊 我们接下来准备去地下城吧 到一把不错的武器后 刘恩惠每天都在坚持训练 从一开始的长长脱把 他渐渐地可以射中把心了 最后刘恩惠甚至在不知不觉中使用了魔力 这一件也是直接洞穿了面前的大树 由于是在无意识的情况下完成的 所以刘恩惠也有些吃惊 刚才是把树一起射穿了吗 妈妈 我们来了 吃点腊炒年糕 休息一下再继续吧 这里都没什么人正好可以训练 你是怎么知道这个地方的 这就是我说的顶级秘籍 上一世的李舒俊 就是在这里完成了成为猎人的第一步 这段时间里 李舒俊教了刘恩惠一些基础知识和战斗技巧 在去地下城之前 他必须让刘恩惠习惯使用魔力 话说回来 你射箭的命中率真的好高 现在都能用剑射穿大树 你真的是第一次用弓箭吗 在上一世中 进入工会后 刘恩惠根据工会要求一直用剑做武器 直到有一次在战斗中间被折断了 那时候 刘恩惠拿起了牺牲同事的弓箭 从那天起刘恩惠才开始大展圈角 魔力感知的训练还顺利吗 不太顺利 我按你说的试着去聚集魔力 但只成功了一次 妈妈 我能感受到魔力 我来教你 你说你能感受到什么 我能感受到魔力 你们看 说着李淑俊和刘恩惠感受到了一股寒气 我们雪儿真厉害 但这样很危险哦 把魔力消除吧 只见雪儿双手一挥 空中立刻飘下了亮晶晶的雪花 我们以后得注意一点 我们去地下城的时候 也要找个人来照顾雪儿 我们可不能带着雪儿去那么危险的地方 我倒是有一个合适的人选 所以你不需要担心 李淑俊虽然想通过重生之前的记忆去改变命名 但总有时候会不尽如人意 他本以为自己父亲会很开心见到雪儿 虽然李淑俊在电话中已经被自己父亲训斥了 但他没想到父亲在雪儿面前还是一副冰块 这是谁的孩子 这是我的女儿 我问的是孩子他妈是谁 您还记得刘恩惠吗 我当然还记得 那结婚呢 我已经求过婚了 准备什么时候办婚礼了 我可没说我求婚成功了 你这个臭小子 说什么 我之后会详细跟您解释 今天是有事拜托您才过来的 雪儿啊 这是你的爷爷 叫我责欢爷爷就好 雪儿想起了爸爸妈妈都很喜欢捏自己的爷 于是他直接把脸凑到了爷爷的手 我想让您帮忙照看一下雪儿 你是让我在宝贵的周末时间看小孩吗 如果您觉得累的话 我就拜托其他人了 我可没说过累 在处理好雪儿的事情后 舒俊又带着恩惠来到了百货商店 我就说我应该要一起去比较好 你都不知道他会说些什么 不过看样子他很喜欢雪儿 那就太好了 这是您订购的表白 这就是雪儿发现的那个石头吗 没错 这个其实是魔力灯 当时钢铁说要送雪儿一个东西 雪儿一眼就挑到了一个一闪一闪的东西 虽然这一堆东西都是钢铁准备丢掉的杂物 不过老人当时看走了眼 把魔力灯一起丢到了杂物之中 魔力灯通常被用于地下城探寻古物 所以它的价格非常昂贵 而雪儿在拿到魔力灯后 也是第一时间把它送给的舒俊 我只是好奇这个闪亮的东西是什么 而且一看爸爸的表情就知道非常想当 不过恩惠有些好奇 难道舒俊就是为了这个表带才来百货商店 这个表带只有这里才可以买到 这可是去地下城的必需品 不过来都来了 要不要给雪儿买点衣服 可就在这个时候 两人听到周围传来了吵闹的声音 哥哥太帅了 我要在哥哥的鼻梁上滑滑梯 哥哥的美貌比我的未来还要有 那个人就是经常上电视的猎人吗 没错 就是他 明星猎人陈修轩 很多猎人会通过媒体来宣传公会 陈修轩是当中相貌尤为出众的一个人 所以他有着不亚于艺人的人气 想到这里舒俊不由的咬紧牙关 刘恩惠也注意到了舒俊的表情 他还以为舒俊是害怕进入地下城 放心吧 姐姐我会保护你呢 什么姐姐啊 我们是同龄人 舒俊其实只是单纯讨厌陈修轩 因为他是让恩惠背负巨额债务 骑士团公会会长 该买的都买了吗 离我们预约好的地下城还剩多少时间啊 时间还很宽运 舒俊死死盯着自己的手机像是在等待什么 时间变成下午两点的瞬间 整个百货商场都开始晃动起来 什么情况 难道是地震吗 其实这才是李舒俊今天来百货商店的目的 但他并没有发现 这里还有一个意料之外的事 晃动停止的瞬间 刘恩惠发现了一个不得了的事情 百货商店的中央居然开始裂盖 不能松懈 现在才刚刚开始了 你说刚刚开始是什么意思 舒俊并没有回答 他手中的魔力灯已经亮了 已生成地下城 特殊任务已开始 请攻占坍塌的百货商店 大量的怪物从百货商店坍塌的位置涌出 人群彻底陷入恐慌之中 他们疯了似的想要逃离这里 怪物数量太多了 不知道要先从哪里开始解决 等一下 你这是要干什么 刘恩惠没想到李舒俊直接从二楼跳了下去 他挥舞着手中的长枪 解救了一个被怪物包围的男人 去出口方向吧 那里会有猎人的 和猎人会合后应该可以轻松处理怪物 我们到那里去吧 与此同时 陈修轩也会见干掉了面前涌来的怪物 大家集中精力战斗 不要让阵形散乱 也许是觉得依偎在他身旁的女人太麻烦 陈修轩一把推开了他 而这一幕正好被赶来的刘恩惠和李舒俊看在眼里 要知道在这种情况下将普通人推出去 无疑是在让他们送死 关键时刻 一个红发女子及时出现 拯救了被陈修轩推出去的女人 红发女子名叫高熙岩 和李舒俊一样 她也是走到了最后的猎人之一 可是根据李舒俊的记忆 这个时候她还不应该出现在这里 不过李舒俊现在根本没有时间想这些 猎人们请你平民围中心围起来 铸成防御战线优先保护平民 就这样 百货商店中仅剩的四个猎人站到了一起 没过多久 从坍塌的洞穴中涌出的怪物 就被全部解决了 你还好吗 虽然是第一次战斗 但你很冷静的应战 做得不错 陈修轩其实在看到刘恩惠的瞬间 就想起了那天发生的事情 她本以为可以轻松牵到一个有用的新人 所以当时并没有出面 但那个新人不知道从哪里得到了情报 最后留下合同就走了 既然这次能在这里相遇 陈修轩当然不会放过这么好的机会 辛苦你了 有了你的佩服了 我们这次的战斗轻松了不少 不过这个时候 李淑俊却先一步走上前握住了陈修轩的手 你好 我叫李淑俊 你好 我是陈修轩 就在这个时候 一阵哭喊声打断了两人之间的剑拔米缸 与人的孩子中了土蜘蛛的毒 如果不能赶紧解除地下城接受治疗 这个孩子就会有生命危险 只要攻占地下城的话 出口就会打开 如果猎人们去处理怪物手里 我不同意 地下城的出口过了24个小时会自动打开 再说就我们几个人去攻打怪物手里 你觉得这项话吗 这些人已经足够了 即便已经给这个孩子做了紧急厨物 他也无法挺到入口开放 看样子你还是志愿生吧 我没有傻到 轻易地拿我的命去赌一个没有把握的地下城 我没有理由接受你的建议 我会留在这里 行为们也是如此 按李淑俊的记忆 陈修轩上一世也是在开放出口后才攻占地下城的 不过就在这时 一道女生打破了尴尬的局面 孩子做了紧急治疗暂时没什么问题 我可以和两位一起 出发之前我们先做个自我介绍吧 我叫高熙岩 李淑俊记得很清楚 高熙岩会出现在这里没错 但他应该是在地下城开放出口后 和陈修轩一起攻略了地下城 我还以为你至少会和那些志愿生不一样 高熙岩难道你急着送死吗 陈修轩 我劝你闭上这张臭嘴 从实力来看 你甚至应该放弃做猎人 既然大家都准备好了 那我们就赶紧出发攻略地下城吧 这些发光的东西是什么呀 它们叫发光台形 是生长在地下城阴暗处的植物 恩惠姐姐这么看真的是新手啊 战斗的时候看你那么厉害 还以为你是资深猎人吗 高熙岩很清楚 这两人的实力比普通志愿生强太多 特别是李淑俊 他不仅战斗力出众 还有着准确的判断力和指挥力 在战斗之前我们应该确定一个指挥者 掌握敌人规模和战略是很重要的 我没有信心担任指挥战斗这样的角色 听到这话的刘恩惠连忙推辞 我也没有信心担任那么重要的角色 这样一来高熙岩的目的就达到了 那么舒俊哥来担任指挥者怎么样 但是如果暴露太多之后就不好办 我也是第一次所以没有信心 但你们俩都不做 那就只能我来了 李淑俊相信自己只要表现得很有压力 这样高熙岩就不能知道自己的真实实力 没过多久三人就到达了首领所在的位置 但他们没想到 首领竟然只是一只史莱姆 要知道史莱姆是工初学者练习的怪物 不过他既然能当爆 那实力一定不容小觑 史莱姆对地面震动有非常敏锐的力 那就由我来打头阵吧 说着高熙岩就跳了下去 猎人都这么厉害了 我们现在还没到那种程度 只要认真训练以后也是可以的 因为勾掌突然松动 刘恩惠摔到了地上 几乎一瞬间 史莱姆就开始动了起来 都怪我地面在震动 没关系的 史莱姆虽然个头很大 但他们的移动速度却很慢 几乎是在高熙岩说完的瞬间 史莱姆已经到了刘恩惠的面前 他们有些难以置信 这真的是史莱姆吗 我的面前明明一个人都没有 但他还在封了四的发动攻击 原来这是李淑俊利用石头引起了震动 对史莱姆而言震动比视觉冲击更有用 到目前为止 一切都在按李淑俊的计划进行着 在进入地下城之前 李淑俊告知了大家史莱姆的两个弱点 按照计划 他会和高熙岩攻击史莱姆的外额 刘恩惠则负责在后方牵制 必要的时候则放火进行掩护 可随着时间的流逝 情况渐渐变得不对劲 再这样下去的话 他们根本没有机会主动出击 掩体已经撑不了多久了 只要能分散那家伙的注意力就行了 好像只有我能用魔力震动地面 那就让我来吸引他的注意力吧 几乎是在高熙岩跳起来的瞬间 史莱姆立刻被他脚下的震动吸引了 你们可能还不知道吧 其实我很擅长消耗战的 高熙岩不断在脚上施加魔力 史莱姆也被这股震动不断吸引 虽然这只史莱姆的速度快得有些夸张 但高熙岩的速度同样不容想去 史莱姆此前一直想利用大范围攻击 破坏附近的掩体 这才导致他们一直找不到机会行动 可一旦高熙岩开始利用速度优势进行拉长 那史莱姆庞大的体型就会陷入天然的烈士 高熙岩握住了腰间的刀笔 他准备开始攻击史莱姆的外壳 在看到这个姿势的瞬间 李舒骏就认出了那个招式 这是在重生前高熙岩使用最多的剑招一刀两断 而在高熙岩停止移动的瞬间 史莱姆也立刻锁定了面前的敌人 不过高熙岩凭借快速的移动和锋利的斩机 轻而易举就到了史莱姆的面前 如果是李舒骏重生前的高熙岩 将面前这个敌人一分为二简直易如反掌 不过李舒骏也不知道现在的高熙岩到底是何水平 唯一可以确定的是 无论是作为剑客还是猎人 他的实力都比不上李舒骏认识的那个高熙岩 高熙岩显然没有想到 这只史莱姆的外壳竟然会如此坚硬 他手中的剑不仅寸步难尽 而且还在被慢慢服侍 再加上史莱姆那恐怖的再生能力 高熙岩不得不先把剑抽出来 可在站稳的瞬间 高熙岩就知道 自己已经来不及反击了 关键时刻 李舒骏的攻击延缓了史莱姆的攻势 而和李舒骏一起出现 还有一瓶油 这个史莱姆越靠近核心越坚硬 而且他的酸度比一般史莱姆更高 必须先想办法击碎他的外壳 这些说起来虽然容易 但通过刚刚的交手就知道这很难办的 两人不得已只能一边逃跑一边思考对策 不用太担心了 现在只要放火就可以了 可是我们怎么放火呢 高熙岩 小心旁边 刚刚的交谈实在太过透露 以至于两人都没发现史莱姆的攻势已经很近 而且以现在的距离 高熙岩根本来不及拔剑反击 关键时刻一道火焰与高熙岩插身而过 由于身上沾满了油的圆满 史莱姆瞬间被火焰覆盖 原来刚刚那道火焰 是刘恩惠先将剑点燃再发射出去的 最开始的时候 刘恩惠完全不敢相信自己能完成这个任务 但李舒骏却一直为他加油打击 让他相信自己 刘恩惠回忆起了这些天日与基业的训练 以及手上不断增加的伤口 最终他射出了足以改变战局的意见 看到核心了 必须在他再生之前毁掉 刘恩惠没有任何犹豫 大弓射箭一气呵成 箭矢如雨点般飞向史莱姆 虽然这些攻击都被史莱姆挡下 但这也为正在奔赴核心的两人争取到了时间 李舒骏深知这是自己唯一的机会 已经失去过一次的人 往往比其他人更懂得珍惜 与此同时 百货商店外早已围满了群众和记者 而人群之中 赫然就有雪儿和爷爷的声音 爷爷为什么要带我来这里啊 爷爷不知道该怎么回答这个问题 他只答应要帮李舒骏暂时照顾雪儿 而李舒骏临走前说过 他要去打理安板或商店买东西 爷爷的手在不断颤抖 他在祈求舒骏和恩惠不要出事 就在这个时候人群轰动 地下城开门了 平民都出来了 是猎人陈修轩 是他解决了这次危机 一瞬间记者全都涌上去 爷爷神色慌张 这个固执的老人 点起脚尖越过人群望去 雪儿突然开心地大叫起来 爷爷快看 那是爸爸妈妈 在看到李舒骏和刘恩惠平安无恙后 爷爷也是松了口气 在看到雪儿的瞬间 李舒骏和刘恩惠脸上的疲惫之色一扫 夕阳的余灰洒在三人身上 那一刻仿佛他们便是这个世界的中心 之后余生的两人抱住了扑过来的雪儿 这是李舒骏上一世从未体验过的幸福 雪儿 你是怎么到这里来的 不会是自己过来的吧 这个时候高熙岩凑了上来 哥哥 他是谁啊 这是我们的女儿 哥哥和姐姐是夫妻吗 暂时还不是 这个时候雪儿回头扑扇着大眼睛望向高熙岩 你好啊漂亮姐姐 那一瞬间 高熙岩的内心被雪儿击中了 我看看有没有什么能给雪儿当礼物的东西 看来被雪儿迷住的人又多了一个 而就在这个时候 雪儿伸手指向了人群 爷爷也来了 看爷爷的表情就知道 这件事情让他非常生气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 回家之后又是一场狂风暴雨 在等着李舒骏 猎人是一个非常有前途的职业 不过能赚大钱也是有原因的 因为他们都是需要拼命去战斗的人 一想到面前的两人都是猎人 爷爷不禁一阵头大 雪儿要怎么办 不会打算每次出去都留着孩子一个人吧 虽然李舒骏对未来早就有了规划 但目前确实没有能照顾雪儿的人 没办法了 雪儿就暂时让我来帮忙照顾吧 真的可以吗 雪儿很懂事 所以我也不是很累 我和恩惠也很久没见面了 我们俩单独聊聊吧 你不用太紧张 我没有强迫你们结婚的意思 你是不喜欢舒骏吗 不是的 不是那样的 太好了 那看来还是有可能了 刘恩惠已经给过李舒骏无数次机会了 他下意识地想要反驳 可在张开嘴的瞬间 刘恩惠想到了李舒骏的变化 这段时间的相处证明了一件事情 他早已不是自己认识那个李舒骏 是的 还是有机会的 那就可以了 勾引你是舒骏要做的事情 大概的情况我都听舒骏说过了 这些年你一个人辛苦了 老爷子在听说雪儿的事情后 其实在第一时间询问了恩惠的情况 在刘恩惠很小的时候 他的父母就去世了 生下雪儿的时候 他也是孤零零一个人 看着周围的病床上围满了人的时候 刘恩惠心里其实闪过一丝期许 但那是他自己选择的结果 和李舒骏分手后 是他自己执意要生下这个女儿 刘恩惠曾经以为自己可以独自抚养好雪儿 在那段难熬的时光中 他白天去做补习老师的工作 傍晚则是在家附近的便利店做收银员 甚至偶尔还会在空余时间做搬运工 那段时间非常慢长 刘恩惠偶尔会想起李舒骏 可没没想到雪儿的笑脸 刘恩惠就觉得浑身充满了力量 直到有一天 温度计上显示出38.6的温度 那天晚上 忙碌了一天的刘恩惠背着雪儿跑向医院 刘恩惠在雪儿的病床前做了整整一醒 那个时候他也曾犹豫过要不要联系李舒骏 可现在一切都太晚了 李舒骏也不会相信雪儿的身份 雪儿慢慢长大 比起同龄的孩子他格外懂事 刘恩惠最终熬过了那段时光 直到雪儿的冰淇淋掉在地上的那天 那个时候雪儿周围出现了树岛冰族 虽然雪儿很快就爬起来 铺进了刘恩惠的怀里 可周围那些异样的目光 还是让刘恩惠觉得一阵后怕 这是他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情愿 是他发誓要守护的孩子 这些年大大小小的苦难 刘恩惠全都熬过来 他曾以为自己不会再因此哭泣 以为只要有雪儿和自己就足够了 可在听到舒骏父亲的关心时 刘恩惠的眼泪还是不争气地掉下来 雪儿不仅仅是你一个人的女儿 她也是舒骏的女儿 也是我的孙女 不要总是自己一个人撑着 安心依靠我们吧 如果再有什么困难 一定要记得告诉我和舒骏 虽然那个臭小子不太懂事 但他心里一定也是这样想的 刘恩惠走出房间的时候 眼角还残留着些许泪痕 看到刘恩惠的样子 李舒骏整个人猛的一阵 你看看你这是什么表情 我可什么都没说 别担心 没有发生什么不好的事情 我的事情已经说完了 你们接下来有什么打算 李舒骏和刘恩惠对视了一眼 现在要先准备猎人资格考试 雪覆盖了大地 整个世界再次变得残破不堪 没有人比李舒骏更熟悉这样的场景了 他还是失败了 就在这个时候 他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 那是长大后的雪儿 地球上的最后一个boss 为什么要那么做 为什么没有救我 李舒骏一句话也没说出口 不知道是不能说 还是找不到借口 除了看着雪儿 李舒骏什么也做不了 我这一生这么悲惨 你知道是为什么吗 是你啊 李舒骏 都是因为你 我恨你 在雪儿伸出手的瞬间 树道冰柱朝着李舒骏飞来 他又失败了 下一秒 温暖的阳光洒在床上 李舒骏满头大汗的醒来 爸爸 是我呀 你终于醒了吗 爸爸快起床吧 太阳公公都过来和我们打招呼 快起来洗漱吃饭了 今天就别去训练了 自己究竟做了一个什么梦呢 吃完饭后 李舒骏躺在床上 看着银行卡中的余卧 现在卡里只剩下32万 距离猎人考试还有一段时间 虽然通过猎人考试就会有收入 但他很担心这些钱撑不到那个时候 这个时候刘恩惠过来 你们俩在干嘛呢 这是雪儿疗法 软乎乎的床加上软绵绵的雪 这里简直就是天堂 赶紧给我起来 刚吃完饭怎么能直接躺在床上呢 就在这个时候 两个人几乎是同时收到了一则赌讯 李舒骏拿起手机一看 竟然是高熙岩汇过来了一百万 恩惠你也收到了吗 这到底是什么情况啊 刘恩惠怀着不安的心情 拨通了高熙岩的号码 是熙岩吗 姐姐你好啊 看到汇款了吗 这是什么钱啊 还能是什么钱 就是石荒后剩下的钱啊 姐姐和哥哥还不是正式猎人 再加上没有资格赚 是我们这边的石荒怎么搞定的 哥哥应该也收到钱了吧 因为都是低等怪兽 所以不值多少钱 一百万已经很多了 这你们就放心吧 正式猎人只会比这个赚的更多 话说你们应该会参加 这次的猎人资格考试 我们这个月就会参加 猎人资格考试 是为了掌握志愿生的实力 从而成为正式猎人的考试 通过考试获得了资格证后 可以利用石荒等方式 获得猎人所需要的各种材料 届时才能被认可为正式猎人 考试时间出来了记得告诉我 我去给你们加油 顺便照顾雪儿 李舒骏有些不解 现在的高熙岩和自己记忆中的样子 区别实在太大 唯一的可能便是高熙岩 想把他们带到自己公会 虽然这非常吸引人 但李舒骏还是很快 打消了这个不切实际的面图 不过现在多亏了高熙岩 他们暂时不用担心生活费的问题 而且距离资格证考试 也还有很长一段时间 两人脑海中出现了一个同样的念头 雪儿 我们一起去买衣服吧 时间很快来到了资格考试的那天 高熙岩也如约过来帮忙照顾雪儿 你真的没事吗 这期间你只做了训练 关于笔试的内容你一点都没许 不用太担心 我已经预习过了 其实重生前的李舒骏已经考过无数次了 他的笔试答案几乎已经和参考答案一样完美了 可由于自身体力不足 他一直没能通过下一个科目 好不容易拿到资格证实已经穷的坎不仁 看刘恩惠的样子就知道他有些担心 如果因为这个导致考不好就麻烦了 不然我们来打个赌吧 你想赌什么 就赌这一次谁的笔试成绩更好 奖品是一张许愿券 当然可以 那我就提前谢谢你的许愿券 会阻止雪儿不幸的准备工作正式开始 如果将来雪儿会遇到五种旅行 李舒骏必须要先为阻止不幸打下基础 这一次他无论如何都要守护雪儿的效果 也要偿还自己上一世犯下的过足 与此同时 一直待在家里的高丽建家家主要出门了 会长大人 马上就是前日提到的资格考试 原来是今天 那就出发吧 我现在就让司机待命 不用了 我自己走过去就行 高丽建家的会长 赫然就是上一世杀死李舒骏的进行 经过比试之后 李舒骏和刘恩惠都顺利进入了赴试 大家可以看到考场里有一个人造怪物 他的名字叫杜米 考生在规定时间内 如果可以在不受伤的情况下捕获到他 就算通过考试 各大工会的经理人正在观察室注视着各位 这次考试也是被工会直接选中的好机会 如果各位没有其他问题的话 那就按照名单顺序开始进行考试吧 不出意外的 无数考生被杜米拦在了正式猎人的门外 如果不是特别具有天赋的人 几乎不可能第一次就能通过赴试 和往常一样无聊啊 到现在还没出现令人满意的考生 这些考生太普通了 要么是光速淘汰 要么就是直接放弃了赴试 那位好像是高丽剑格的剑星吧 这还是我第一次在观察室看到他 剑星是第一次出现裂缝之时 拯救人类的猎人 也是文明世界的高丽剑格工会会长 他不仅实力极强而且久富胜民 要说起H国的猎人 大家首先想到的就是他 一旦他出现在观察室之中 就意味着这次考试中 其他经理人要无功而返 这个平常连人影都见不到的人 怎么都出现在这里 我听说好像是他孙女让他来的 就是之前出现在新闻里 攻破了百货商店地下城的高西岩 这孩子是谁 是我朋友的女儿 考试期间托我帮忙照顾一个 雪儿仔细打量了一下面前的老 老爷爷是圣诞老人吗 我不是圣诞老人 我叫剑星 这样啊 雪儿叫雪儿 这批考生怎么样 很差劲 不过刚刚结束战斗的那一位好像还不错 就在这个时候 趴在玻璃上的雪儿肉眼可见的开心起来 原来剑星口中那个还不错的猎人 正是雪儿的妈妈刘恩惠 挺厉害的马恩惠 我可是努力练习了很久 你也好好加油吧 李淑俊已经不记得 这是自己第几次站在杜米面前了 看着一动不动的李淑俊 所有经理人都以为他是害怕 唯独剑星看出来 李淑俊好像在分析现状和敌人 不过与其说李淑俊在分析 倒不如说他是在回忆 李淑俊真正的天赋 甚至连普通猎人的要求都无法达了 为了能战胜面前的杜米 李淑俊几乎是记住了他的所有动物 每一个通过考试的猎人都知道 杜米的弱点就是他的关键 可对李淑俊来说 这个弱点根本不足以让他战胜杜米 经历无数次失败之后 李淑俊在杜米身上找到了一个小小的缝隙 可事情并没有他想到那么容易 李淑俊的力量根本无法撬开这个缝隙 不知失败多少次后 李淑俊创造了一个新的通关方式 在那无比黑暗的人生中 李淑俊找到了缝隙中微弱的光明 随后仅仅握住了唯一的希望 这种前所未有的通关方式 让在场的所有人无比震惊 哪怕是那些天赋异禀的猎人 也没有人能这么轻松战胜共鸣 但李淑俊却只用了14秒的时间 以一种碾压之姿通过了副试 原来这个青年就是你叫我来的理由 他不仅掌握了对方的弱点 甚至还取出了内核 将对方一击毙命 他确实值得我来一趟 在两人通过考核之后 高熙岩也是准备了一顿大餐来犒劳两年 再请我吃一顿也不晚 没错 不过一顿怎么行 至少得两顿 李淑俊本以为高熙岩会提到工会的事情 他不禁好奇难道是自己一心派主 每当高熙岩展示他的善意的时候 李淑俊虽然很感激 但总觉得他是在打什么算法 哪怕在上一世 李淑俊已经见过他历经艰难险阻的样子 可高熙岩终究是健兴的孙女 不过至少现在看来 高熙岩不像是带着恶意在接近自己 就在这个时候高熙岩开口了 我有一件事情很好奇 哥哥和姐姐用的武器 是在哪里制作的呀 可以告诉我吗 如果李淑俊将这件事情告诉高熙岩 那他一定会求着健兴去一趟那个铁匠铺 第一代最初的猎人健兴 还有世界第一名将钢铁 他们本应该在很久之后才会见面 那一瞬间李淑俊犹豫 李淑俊拼尽全力要改变未来的走向 可蝴蝶却在一次煽动了翅膀